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可以先忽略我這個這麼暖的背景 因為 只要來撿屋 但是撿屋之前 首先 我覺得我要吃點東西才有氣力 不知道為什麼我最近是 非常喜歡吃午餐肉 但我小時候是超不喜歡的 我很喜歡火腿或腸 但是不會是午餐肉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可能是來到韓國之後才喜歡吃午餐肉 而且因為韓國是特別出名的 午餐肉 我昨天都吃了 但我今天都依然很想吃 所以現在要決定做這個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就是 芳包 我想說這個是Paris Baguette的芳包 超級好吃 因為他們有出很多不同味道的芳包 原味 牛奶味 南瓜味 蜜糖味 或者是牛油味 因為我現在家裡沒有牛油 因為快搬了關係 所以我雪櫃盡量不塞這麼多存貨 但是我覺得做多士一定要有牛油 所以買了這隻牛油多士回來 然後雞蛋 雞蛋兩隻 其實昨天已經開來吃了 已經煎好了 所以這裡有兩塊 就這樣燒熱就可以了 因為麵包已經有牛油在裡面 所以直接燒熱就可以了 香港是很流行家庭式的麵包店 家裡附近 可能街市也會有很多不同的麵包店 但是 韓國就比較是連鎖為主 或者是一些超級市場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是賣麵包的角落 或者是有些pop up store 基本上都是連鎖的 所以 沒什麼機會吃到一些很 家庭式風味的那些 很港式的麵包 我現在很想吃那些 馬上出的叉燒包 很想著香港的食物 我整天都去吃香港的食物 超脆 我之前其實有一個 多士爐 但是那個爐呢 被我弄壞了 要不然它直接用那個 夾了所有東西就超方便 不用這樣煎 碎 就挺好 很爽 很棒 早吃 稍微淡 哇~~ 這麼簡單的配搭 就找回香港的味道 雞蛋我完全沒有下鹽 因為午餐我很鹹 很厲害 沒喝過熱豬的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沒煮東西 因為一知道自己快要搬 然後就不想來家也不想煮東西吃 然後整天變得很爛 所以我剛才經常叫外賣 吃完這個挑戰已經超飽 因為這裡有兩隻雞蛋兩塊多士 吃不完 還有這個 斬中鹹茶 我覺得要休息一會才可以收拾東西 如果大家有玩手遊的話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個最近玩的手遊 就叫做未定事件簿 一個需要推理的遊戲 假如我好像在看日本的偵探小說 這個遊戲就包含了律政、推理和戀愛 這三大元素 我覺得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中一個很吸引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它的畫風很漂亮 好像在看動漫一樣 這個遊戲都容易玩的 那麼跟著它的主線去玩就可以了 那你先詢問它嗎 很帥呢 那些男角色 我以為你會先聽聽陸井河怎麼說 現在就是 因為我的角色就是律師 所以我就要去查案 那我在查案的途中就會遇到不同的男角色 然後每一位都很帥喔 我想你詢問他的時候 我不方便旁聽吧 還有我的聲音很好聽 那我看還是算了吧 免得造成你的麻煩 我先去那邊問問警方的調查進度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男主角 那我在查案的過程中就會看到不同的男角色 因為他們每一個的個性性格都是非常分明的 所以然後每過一些level的時候 然後劇情發展可以有一個拜訪男主角的功能 然而我現在可以拜訪四位不同的男主角 去獲得它的好感 加了200分 去到level 8了已經 太崩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 那越高level 我和男主角的活動就可以更加親密 現在level 8是 頭部速摸活動 是怎樣速摸 喔 我之前是沒有的 我怎樣可以撕他的面子燈呢 看一下之後好像去到 level 18我可以有 T恤拖曳活動 好像說是可以揭開這件衣服 我先來拜訪其他男主角 又來看我了 其實你很關心我的嘛 每天這樣拜訪男主角 增加好感度之後 就可以開展更加多我們的故事劇情 Anyway 我覺得這個game 實在太適合女生一個人在家裡FF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單來玩一下 我現在又去撿東西了 不想動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最近買了很多 T恤拔 我想說 因為我最近 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我IG的話 會常常看到我是直頭髮 或者是 紮馬尾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現在頭髮的狀態 非常之差 因為之前飄染了之後 裡面那層的頭髮是 是斷了 我現在頭髮薄了很多 所以我就上網看到 好像這個brand 是可以急救頭髮的 所以我就買了回來 希望有用 對 口罩 我買了這些口罩回來 因為我的口罩差不多用完 所以買了三盒 然後它這隻是醫療用的 因為現在夏天 如果每天都用不到KF94 我覺得太焗了 這裡買了50個膠袋 因為我們遲些搬屋 所以一定需要膠袋 所以就買了回來 原來這裡就是 紫皮箱 好了我現在就要正式用來 收拾東西 唉 每次搬屋都有一個 很煩的過程 好了我決定 有最簡單的收拾器 就是3 因為我現在新的地方 是沒有衣櫃的 所以我要自己買 現在就要來做斷捨離 非必要留下的衣服 我就會整理了它 這些襯衣可能就會 不要 但是呢 然後放進衣物回收箱 不用浪費 掉了 因為其實我的衣服 都很久沒穿 如果一年二十沒穿 那些我應該就不會留下 或者有些衣服太舊的話 其實都穿不到 這些都不可以留下 好 那現在呢 暫時就整理了 這一袋是 不要 還有 這兩袋 都要之後處理的 然後呢 最近 因為覺得自己情緒不太好 所以我也有尋求這個 專業的幫助 那我就去了看心理商談 然後已經去了三次 因為明天就是第四次 那那邊就給了一份 問卷我 叫我 回家 抽時間 填了它 就是這個 MMPI 多項人格問卷來的 就是要來測試精神病人的 個人的 社會的 行為的 問題 為目的 對 然後他們就說 叫我填的時候 我一定要運一個時間 然後是 一起可勝地填完它 我不可以分開幾次來做 這樣 出來的結果才會準一點 我就會再去給他們評估 究竟 我是 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心理商談 總共是十次的 十次這個療程 完結了之後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去的之前和之後 有什麼分別 嘩 超多 原來有五百多題 啊 它是YES NO 幸好是 另外這一張呢 就是要我自己去寫答案的 嘩 但我不需要韓文版 有沒有中文版可以看 但是呢 我要給三萬瓦 去拿這份東西出來 所以 上網可能 不知道我能找到 小聲 不喜歡 就 No 有什麼 有什麼 我沒有 要不要 真的 不是 你是 在早上 沒睡到 我晚上 我有睡在 翠 又 我沒有睡在 這間 老師 是 不 不知道 不是嗎? 不是嗎? 小聲也容易睡醒 不是嗎? 我的日常生活有興趣的事情 興趣的事情 不是嗎? 我覺得很久沒來明洞 所以想讓大家看看現在明洞的最新情況 讓大家看看現在明洞地底的狀況 現在是晚上9點47分 現在是這個狀況 但你也看到店鋪不是說倒閉 只不過是已經散了 大家應該認得這個位置 對面就是這個 Yang Plaza 但是也是有人擺檔的 一個 以前這裡整條街都是 便利店依然在這裡 因為它絕對不會倒閉 這堆的飾品店 然後Tony Money臨時休店 Sara還在開 這堆全部都是臨時休店 看看街上有多少人 我覺得這些人全部都是我們這樣經過 或者是在附近上班 然後經過 H&M暫時都還在開門 但是沒什麼人 上次我來明洞是冬天的時候 我記得我是穿很厚的衣服 平時明洞大概10點 東西開始瘦 或者11點這樣 嘩 你看這道街 這道街其實就是餐廳多的 嘩 真的清靜 這裡 好慘喔 好淒慘喔 嘩 超級寧靜喔 這道街 好恐怖 所有的店已經散了 本來還打算看看明洞有沒有可以買些什麼 但是這樣的情況應該是不能買的 如果你不在的話 我應該不敢一個人走這條路 大家應該會好一點 食屎其實不是說都關掉的 也有開的 馬路邊邊 好像很棒 給大家看一下小街 小街小巷 因為我以前曾經試過12點幾1點 經過明洞 然後就是這樣的樣子 但是現在呢 就是早了幾個小時是這樣的 還是其實整天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這樣就會知道哪些店是有開的 因為哪些店面前有垃圾 你就知道了 就是MLB是有開的 跟著Converse也是有開的 Miso還好似好生意 因為有很多垃圾 唯一一間有開的 Face Shop Daiso都close 押納不到的 麥當勞 這條街好像歪一點 這邊感覺變回正常 我們想來這間店吃飯 但因為呢 最近Mio On Seeky 是非常之紅 這間店 感覺好像沒有人 是這樣的 可能是 現在嗎 2人 2人 現在先買了 最近有很多人吃飯嗎 對 對 原來這時間是多了 現在有點適合 但現在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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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的Duck 然後有牛腸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蒜頭 就兩顆 這個是鵪鶉蛋 韓國 已經停了這個浴櫃 應該 但是 還是十 頭髮 我本來做了直 然後 回回本來的真面目 我們把蒜頭放進去好嗎 還有Ganek 真的是Ganek 我討厭粉腸 但是 但沒有去到不喜歡吃的 只要是 最喜歡的 不是他 真的很好啊 你可以自己剪 可以玩 小心 這個鵪鶉蛋 嗯 它這樣加了 它是炸的 嗯 好 那這條影片的最後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買了一堆衣服 但我買了回來一段日子 然後我忘記了它們的存在 我現在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喜歡什麼類型的衣服 因為都久不久會看到 有些留言都好奇 我是喜歡什麼類型的衣服 或者是我會買什麼類型的衣服 我發現我今年呢 是重新興起一些 凍凍的衣服 但我想說凍凍的衣服 是我以前 十年前 裡面是會有一件打底的東西 然後外面就是一件 透透的孔孔的東西 其實韓國雖然現在是夏天 但我發現今年的夏天很奇怪 就是旁下雨 這天停了 然後就說下個星期又要打風 日頭是很熱 但是晚上是涼的 我覺得 因為我很怕攝影的人 我會預防冷這件事 所以 最近我也是穿長袖衣多出街 我都穿短袖衣 基本上沒有穿過 在家裡穿了 然後第二件呢 就是介紹一下 這個 就是背心 我覺得裡面可以加 白色的短袖 或者長袖 也行 我知道我沒有穿過這類型的衣服 所以我就買回來 現在問題好像是沒有裡面內搭的衣服 然後也要買一些 我的基本款 算是 這些我覺得是我的基本款 我的衣櫃長年都會存在 最多就是白色和黑色的衣服 比較女生款 但又不是很lady 我自己不太喜歡太lady的衣服 例如我可能會穿牛仔裙 之類 然後下身 我一定不會穿很lady的高跟鞋 白搭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白搭的款 然後這個就是襯衫 襯衫 我會定期購入一些 但款式未必會全部都一樣 但我自己會編好一些 是中間沒有扭的 然後就這樣過頭套 我覺得襯衫是超級好搭的一款 外面如果可能冷一點 然後你加外套 加卡迪根 或者是加剛才這個背心 當然不是這一款 可能是秋天款厚一點 這樣 超好看 優閒得來斯文 芝聖美 因為襯衫 可能你多做幾次 然後他可能會變形 或是掩飾之類 差變髒 所以可能是一季換一次 或者兩年 然後又是plus 但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它的樓的細節很漂亮 它是金色的 但它每一顆樓都不同 基本上都是free size 所以我就會想不想 就這樣買回來 好 然後blouse 這件我覺得很漂亮 小露肚瓷款 但為什麼我會買這件 首先是長袖 我不知為什麼很喜歡這些料 但當然它是透的 它這個位置是有少少露肚瓷 但又不會太多 我覺得這個若隱若現的感覺 我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來 這件應該都可以很常穿 好了 然後就是T恤 我覺得和衣服都一樣 就是很容易會穿到殘 所以其實夠不夠 只要買新的一批來替換 然後它的detail位就是這邊 可以索的 兩邊都有這個綁蝴蝶的位置 因為今年韓國那些夏天衣 全部都出得很小的馬 而且很貼身 對 然後我很不喜歡貼身衣 我覺得這件是可以擠得下的 這個大的T恤 當裙穿 因為我很喜歡這隻紫色 如果我看到這隻紫色 我基本上就會放在我的扣物欄上 這件也是親愛的playground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playground 我不喜歡穿穿 什麼女裝 什麼Levi's 女生的T恤全部都是很窄的貼身 我... 這就是T恤 然後呢 因為呢 總有特價區的 然後因為我本人非常喜歡衛衣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長袖 這件挺好看的 還有你知道嗎 這些時候買衛衣 很便宜 其實是很嫌多的嘛 好 然後最後呢 就是... 不知道其實開始我真的很喜歡 碎花 其實這件碎花 我是由... 好像幾... 夏天剛開始 我就看到它出了 總之 每次見到我都覺得 買不買 買不買 所以最後就買了回來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我很搭 紅色玫瑰 大家應該有見過我戴這個 紅色玫瑰的頭褲 我和紅色玫瑰真的很搭 還是我自己錯覺 然後呢 又是碎花 這個又是布拉斯 布拉斯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不是每一隻我都穿得好看的 介紹我的穿搭片片 也有說過 就是我覺得有些款 可能是會... 譬如是... 如果它空前是... 這些東西太多的話 就會搞到你的胸很大 或者如果它靚太小 就會看到... 就牽到頸很短之類 我覺得紅色花很搭 然後所以... 這個裙為什麼買回來 因為... 也是它的紅色花 很不舒服的質地 所以... 我的斷捨離 是為了這一堆三二斷的 今天非常之... 充實地過去了 那... 蒸屋的過程還是非常之漫長 那我們... 下一集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禮 Bye